吉打大臣拿督斯里沙努西早前控诉 他在陪同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官方泰南沙道的活动上没有椅子坐 对此外交部今天发文告澄清 那是因为本来没有受邀的沙努西 最后一分钟要求出席活动 所以才会出现没有椅子坐的情况 沙努西在吉打州会议上声称 他和首相出席位于亚洛士达拉亚酒店 召开的会前会议时 当局并没有准备椅子给他 他在陪同首相安华出访泰南沙道时 同样也没有安排座位给他 今天发布文告的外交部解释 这都是因为沙努西在最后一分钟提出出访要求 尽管这是临时要求 但是首相部同意和顺从沙努西的要求 是因为沙努西在最后一分钟提出出访问的 是因为沙努西在最后一分钟提出的访问